当地时间周一 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的数百工人 发起了一场维权行动 要求集团补缴养老保险金 并对失业工人做出合理赔偿 工人们聚集在公司总部外 身穿印有衡汽集团还我养老保险金等字样的红色马甲 要求公平对待失业工人群体 现场有大量警察戒备 但未发生冲突 维权工人通过社交媒体称 横汽集团已经有长达五年 没有为工人缴纳社保了 还有工人表示 由于公司破产 导致自己失去了工作 但未得到应有的补偿和支持 已于今年9月宣布破产的湖南省衡阳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创建于1950年元月 2000年7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底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 高峰时曾有载职员工4000多名 客户车辆1300余台 集团公司下设22个二级机构 拥有18个客户车队 11个保养厂 2个一级客运站 7个二级客运站 40个驱乡站 分布于衡阳市区及所辖的7个县 客运线路覆盖湖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海南 云南 江西 浙江等省区 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